我是周三良 听说最近猪肉很贵 猪肉多少钱一斤啊 三 三 三十六 新鲜吗 这可今天下午进的货啊 先礼后兵套路 肉色鲜红 可以判断它的死亡时间 不超过24小时 别得意的太早 猪肉有担心味 可以判断它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今天零 而不是今天下午 它的皮肤干缩 毛孔粗大 弹性减少 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表现 可见它遇害时年势已高 老猪肉可不值钱啊 这一半是油 一半是水的 多少有炙了点水吧 哎 你别再说了 这些猪肉是加三小 老猪肉起码打个五折扣除水 一块 所以十块一斤 看来猪肉也不是很贵嘛 我是周三良 听说海鲜很贵 长蟹 什么卖 98一斤 哼 让我上蟹套路 心跳强劲有力 初步判断它的被骨时间 在48小时之内 不过没有泥沙采流 它生长的肥鹰 应该省事比较好 是货 这个是北海盗发现 是 这绑蟹神可不清啊 哎 要不便宜一点 28 发现了最佳使用时间 现在九十月份 现在就正月了 过了季的花线 我不值钱啊 那你说多少钱呢 发现十二份平均售价108 一定控制了两个五折扣 在扣除身材 二二十五折扣 所以五十一斤 要么这么多干嘛 你猜 我是周三良 今天 阿姨喝嘴 这次我们过来 就是要聊下你们结婚的财力问题 你看我儿子 气宇宙啊 看不大胃嘛 别学广石的 这门妻室啊 就是高宽咱们了 那彩礼要太多 可不太合适啊 正话反说套路 你的儿子 成的这么帅 肯定很多女孩子喜欢吧 但是 我们女生可没有安全感 你说了 那公司足足有三千块 我每个月都要打理这么大一笔钱 阿姨可要体谅我的辛苦啊 那彩礼钱啊 可以给你 不过 发现一个给我签了吧 没问题 市面上全职保姆 月薪平均一万生孩子 我起码得平衡一年 生完孩子生产酒量 包括生产班 起码得八千 再加上 人呢 算你们走得快 我是周三良 今天教你们怎么讨红包 第一招 不用了不用了 你自己怀疑套路 来 给你新年红包 不用了不用了 首先 女神要真诚 其次 表情要不舍 最后 口袋要打开 大姑我都这么大了 使不得使不得 是吧 谢谢大姑 第二招 哈哈 外生女啊 你看这电视好好看啊 对 大姨怎么还没给我红包 航空测机套路 大姨 多吃点 好好好 大姨 今年红包 别包这么大了 哎呀 瞧大姨的机器 给你给你给你 谢谢大姨 第三招 茶颜观测套路 嗯 嗯 大姨喝水 啊 善良真懂事 大姨我帮你按按 来 大姨给你的红包 谢谢大姨 刚才讨红包 又不是很难吗 我是周善良 听说学车很贵 哎 教练 美女别问了 四千九百八 一分都不能少 明察秋毫套路 发动机老化成这样 车帘不会比你还老吧 没想到我们驾校 还有这种收礼的风气啊 三千九百 三千九百 慢车 你们驾校的总面积 只有五千平方 只能容纳五辆车同时训练 据我所知 你们这半年的招数数 已经超越三千人了 每个人每天 平均练车时间 在二十分钟左右 等车三小时 练车半个钟 你这设备条件 可不止三千啊 别再说了 两个九八八 但鞋车也不行 你说平车 赶家来北不是很厉害的吗 怎么到个车间 一百遍都不会 我是周善良 这位是我的闺蜜 你段位也太低了吧 看我的 高瞻远逐套路 商场的套路还不知道吗 上面的便宜 下面的也便宜 因为贵的都在你面前 Round 2 掉转前昏套路 新年快乐 七大姑的礼物 八大爷的礼物 谢谢七大姑 谢谢八大爷 以后飘长来哦 Round 3 手出带股套路 卖花一百一盆的哈 二十卖不卖 一百 一分都不能少 早六点了 怎么样 五块卖不卖 卖卖卖 赶紧拿走吧 我要回家吃粘夜饭了 过粘夜花不了多少钱嘛 二十卧不卖 词